莫南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 还怎么心无旁骛地 给妈妈养老啊 我在上海呢 被关了整整64天 而且我跟我爸妈一起住 相当于被关了两年 说什么时间喜欢凭直觉 我妈直觉特别好 总能在最贵的时候 买到股票 都说家长与孩子之间 存在代沟 的确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 老一辈父母的思想 或许真的有些跟不上 年轻人的节奏了 所以也因此闹出了不少趣事 一起来看看脱口秀演员们 与他们父母之间的搞笑故事吧 大家好 我是同胞男 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感觉 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 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 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 教的还是这个出国留学考试 就你现在很难找到 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 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录节目 录得不行 还可以回去教书 谁成想录着录着一扭头 行业没了 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 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莫南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 都得惊叹 说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 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玩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再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端着枪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母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夜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他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他杀死 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 搞得大哥比我还着急呀 我俩面面相去 他都开始说人话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念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他人妈妈微信名 谭乡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说莫南 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 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 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 你做饭 两个巨婴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说莫南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镜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 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Are you ready 其中一个大哥腰杆挺直 掏出一个结婚证 旁边都吓坏了 说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到哪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记得二伙投不来 记得二伙 我跟我爸真的非常像啊 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爸妈经常会带我出去跟朋友一起吃饭 大人会问小孩一个问题 叫做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别的孩子会说爸爸或者妈妈 我就不一样了 梦梦啊 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诶 王叔叔 你这么问就破坏家庭感情了 这被你先干掉好吧 你们有人在五岁就做销售的吗 我在上海呢 被关了整整六十四天 而且我跟我爸妈一起住 相当于被关了两年 哇 两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 我觉得我爸妈都变了 我爸呢 一直在家里走来走去 眼睛不停地看着门的方向 看得我好心疼 好想遛他 而我妈呢像个侦察兵 天天在家里传递信息 喂 隔壁楼有情况 不要出门 过一分钟 没事没事 隔壁楼安全 新增啊 在我们楼 我妈传递的信息原则就是 只传快的 不管对的 而我爸呢是个非常正能量的人 他经常会对我跟我妈妈说 要把正能量呢传递给身边的人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每次看到邻居我们都会说 快了快了 快解封了 果然有一天 我爸的正能量得到了正反馈 他很得意地说 听隔壁牢里讲啊 我们小区解封了 我说太好了 我妈说 哦 应该是听我讲的 这么说呢 从造谣传谣到批谣 我们家遥遥领先 我爸妈闲下来的时候呢 会做一件零成本的娱乐活动 就是管我 我爸真的很正能量 我在家里抱怨说不能点奶茶 我爸就拿出龙井跟牛奶 帮我泡了一杯 对我说 这个才是正宗的奶茶 这个是你奶奶的儿子泡的茶 我当时就说 哦 谢谢爸爸 在家三分糖 我爸说 爸爸亲自帮女儿泡奶茶 还不够甜啊 我说 爸爸 我只想加三分糖 不想加十分恶心 面对我爸妈的双管旗下呢 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我就抱了志愿者 想暂时逃离这个家 没有想到啊 他们也报名了 这个家还可以追着我跑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 独自隔离的老奶奶 看到我就问 她说 今天发什么 还发这个吗 这就要走了 让我觉得有点好笑 又有点心酸 老奶奶找人聊天 就是为了太寂寞 想找人说说话 我在想 我爸和我妈一直管我 不也是为了想找我 多说说话吗 想到这里 我不禁露出一丝微笑 对着他们大喊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他们也对我回应说 女儿女儿 我们爱你 欢笑传遍了小区 为什么她是念念读文啊 没错 这个结尾是我爸改的 符合我爱喝的奶茶味道 三分糖 十分恶心 谢谢大家 我是波瑞 我妈 AKA 东北金融女魔头 这些年喜欢炒股 赤杀股厂十几年 赔的 给你们讲一讲 一开始有人跟她说 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你得多买一些股票 控制一些风险 她听了 买了七八十只股票 她这都不是控制风险 她就是买了个大盘回来 什么军工股 医疗股 有色金属 出点啥事都跟她有关系 天天着急上火 她炒了十几年的股 收益最好的时候 是有段时间她生病了 因为根本没操作 你看嘛 股市里面分什么价值流 分什么技术流 我妈 那就是意识流 你要具体细分 有的时候是下意识流 有的时候是五意识流 女人骂她 说什么事情 喜欢凭直觉 我妈直觉特别好 总能在最贵的时候 买到股票 她跟我说 她说 哎呀股票嘛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说妈你真厉害 这选股票 只买贵的 不选对的 这些年好了 这些年开始不超股了 开始买什么金融理财产品 我用我的专业知识 跟她说 我说你这样子 你得年花率高低 你得掺和这买 这样能控制这些风险 我妈也听 买了好几种P2P理财产品 年花率也是有高有低 有110%的 有130%的 别人爆雷就一下 她那爆雷叮叮光光的 一开始跟我妈说 我说妈这不行 你别买这些东西 她说那个张姐王姐都买了 我说哪来的张姐王姐 她说就是一起炒股了张姐王姐 一听就知道是另外两个女魔头 三个人凑了一个三巨头 她开始的时候特别谨慎 说只买一点 上大抽片了之后赶紧撤出来 结果后来没什么事 放心了就投了更多的钱进去 结果人家跑路了 节奏比她还好 然后回来就跟我抱怨 她说这什么 一开始没什么事 就等我放了更多的钱 开始坑我 专门就坑我 就等着我 就专门坑我 我说也不是专门坑你 那张姐王姐也都坑 这段时间回家 开始问我 我说儿子 你觉得那个比特币 区块链怎么样 我觉得我妈 就是上当受骗的风向标 而且这些理财产品 都有一个红利期的 我妈节奏也特别好 就等那个红利期一过 她又进场开始上当受骗 我从来不买股票 我在证券公司实习过 我知道我搞不了这个 但是我见到过 无数的老头老太太不服 前脚刚跨出菜市场 买完酒菜 后脚就要跨入金融市场 当酒菜 那真是吃啥补啥 而且他们来 还要签那个股市风险协议 你就看着他们 颤颤巍巍的那个样子 你觉得他们的风险 比股市还大 真的很心疼 我就觉得那么大岁数了 然后一到大跌 我们还要到散屋市去劝他们 我说爷爷奶奶 你们看 大盘曾经也长到六千多点 跌了一通 七八年也长回来了 只要你挺住 大盘都会长回来的 爷奶一听都傻了 还要七八年啊 傻挺住啊 爷奶奶这个身体 怕是跑不过大盘啊 还是要和大家说 对金融还是有一些敬畏心 对吧 这个跟法律医学 是一样复杂专业的领域 你就只看见有人 对着什么K线 头头是道 觉得自己是股神 你咋不去医院 对着心电图 跟人头头是道呢 你去个人说 你看啊 心跳到这儿 就已经见底了 你别看现在跌停 马上就能触底反弹了 家属都哭了 医生啊 你再仔细看看 这心电图啊 这哪是跌停啊 这都快跌平了 其实啊 金融跟医学是一样 都有一点是一样 就是都是玩的是心跳 为了自己的心跳 别逞呢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护兰 谢谢 Eduardo 모습 是 K wh